大家好,我是勇敢搭理 我是一个非著名的越野投挂房车旅行博主 我现在在中国最北的城市墨河 众所周知,墨河是中国数得上前几名的极寒城市 最近一段时间拍的视频我都只在专注于极寒条件下的房车露营生活 我接触房车的时间比较早 这辆房车是我2016年在北京房车展览中心上购买的 当时咱们一厢热血,只是个房车小白,很多东西不太懂 尤其在选装配置的时候呢,更是没有做过顺思熟虑 踩了不少坑啊,也确实是交了很多智商税 我手指的位置是我自己改装的一个房车的推荐室 原厂的房车没有给我加装太阳能板 连逆变器都没有,只有普通的一个80A的一个普通电瓶 说起的话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能,现在是14.4V 发电效率还是不错的 我自己加装了三块太阳能板,这里一块 然后上面有两块 我们打开逆变器 你们听到了可怕的噪音吗? 这是因为幕后的天气太冷了,风扇的轴程 润滑作用不是很好 目前我的房车是处于孤网运行 没有采用湿电,给它充电 基本上充电全靠太阳能了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逆变器是我自己加装的 我没有把引线引到房车内部 用起来不太方便 现在有两种方案 第一个是通过插开的简单粗暴连接 这里开孔,然后把它引到室内去 这个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最佳方案 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我们把房车电路重新捋一遍 然后寻找一个突破口 这两个盒子 这个是加水孔 这个是充电孔 有明显的标识 你们知道为什么加水孔要上锁吗? 在充电孔里面 知道点什么去打出来 尤其在有湿电的情况下 就是通过这个连接线给它充电 当我们有了220伏电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充电机的插头插在上面之后 充电机就会工作了 然后通过线路的一个导流 就可以给这个电池组进行充电了 我们再回到这个配电室 然后电池组跟电器的再一次的转换配合 这里就可以产生220了 同时太阳能是另一个回路 它也可以通过这种控制器的线路 给那个车底下的电池藏进行一个充电 总体说下来 这里有好几种回路 听着都很复杂 我们要想进行一个改装的话 必须要细细的把这些线路都摸清楚 毕竟是电路 你们要注意安全 刚才通过阿林围绕房车一个简单的电路介绍 你们有没有头脑发蒙 其实我也是发蒙 这东西就必须得把它捋清楚 现在我身前有个面板 我想简单的把这个电路用草图形式绘画出来 然后呢我们一步一步的旅行 也希望你们都给我提保护的意见 现在我开始绘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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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太冷这个笔啊 冻的都不太好用了 所以绘画可能比较粗糙 大家呢就 不要喷呐 咱们就意思意思 主要是把线路捋清楚就可以了 谢谢观看 现在阿林准备调转镜头 通过线路图 我们一起共同来探讨一下 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是阿林首会的一个 我房车模拟的一个电路系统草图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里来捋 这是220的试电 通过它插上以后 这个插头以后 那我们房车这个 这个1428式供电就有了 那它这个红色的标具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插牌上取的一个电 它这边有个 爆炸 就是断路器吧 这边充电机 它可给我们这个电池组充电 这电池组是我自己改装的 采用的那个电瓶车的 那个电池 它的优点呢 就是频繁放电充电的话 说明长 大概能存储4度电吧 那我们来开这里 这是我自己加装的一个太阳能的充电组 这边是控制器 它是只要有太阳的情况 就能给这个电池组进行充电 那这块呢 就是逆变气了 我用逆变气给它揉上 好 天太冷了 这水比都 颜色不是很清晰啊 那么 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现在 我们这块没有这个 这个位置 它是没有的 没有220电 整个房车处于孤网运行的时候呢 那唯一的充电就是靠太阳能了 那那现在没有它以后呢 等于说这个依次 房车内的所有的依次 我跟你说 什么是依次啊 这个电视的 这里的 就等于说所有的这个插牌 它都是没有电的 那我们房车现在有没有那个220 有的 逆变气 这里是有220伏的 刚才咱们已经说了 想把它这个电 如何引到车内 这个虚线位置就是咱们要完成的工程项目啊 我当时说了我不想在这这块打孔这样去搞破坏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 通过这个线路头我们捋一捋 你说可不可以这样搬到 我们把这根线通过我的那个房车的这个这个东西 来我们看一看通过它这个充电线 能不能起到一个连接 就等于说我们从这个为止引出来这个220的 引出来 然后呢通过他俩这样连接 是不是科学安全的 我们来捋一捋啊 这块是没了 这个就不用管它 我们把它擦掉 220的湿电就擦掉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孤网运行吧 你们能听懂吗 我们从逆变气这样捋一个过来 它是220的 那么首先它是220的 那等于说这个车内的所有插牌 都应该是有电的 对不对 这块也是 都是有电的 那它也同样 这个红色的位置应该也是有电的 那这不是形成了一个 涌动机了吗 就这样一直循环 那这样肯定不科学 电池很快就耗光了 因为我们这个 逆变气啊 它是比较耗电的 还有这样会不会对太阳能进行反向冲击呢 这个都有待考证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一个段路器 这边 我们把它断掉 不让它充电 我们那有个刀闸吗 这个把它断掉 或者是说我们把这个卡牌给它 刮掉 那这个部分就是估的了 估了 那我们再捋一捋 看看行不行 这个太阳能目前是安全的 因为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它增加一个刀闸嘛 把它形成一个有明确断点的就比较安全了 这个车内是有USB充电的 就是这呢 它不影响 它是从太阳电池板取出来的 我们称之为二次吧 就这么来的 把它当为二次系统 是较为二次 不是说真正的启动测量保护那个二次 它就不用管了 就再捋捋它就行了 我觉得这样是可行的 那逆变器过来 就直接 直接就从这给它插上了 那这车内的插头应该都是有电的 我们试一下 好 我们再次回到我的配电房 首先要把这个充电机的电源拔掉 然后把这个断路器断掉 这个边也是我为太阳能设计的一个直流空杆 我们把它也断掉 再次启动一下逆变系 好 现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我们现在提了这个充电线 来到房车的充电插口 天气太冷了 这些塑料很容易就碎裂 一定要慢点操作 把它插在这上面 打开泥变器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房间去测试一下 我现在拿了一个手机的充电插牌 插到这了 把手机拿过来 这个时间是否成功 对我很重要啊 现在我们就去 一边去 现在电压很低啊 可能出问题了 我怀疑是保险烧了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保险的按数比较低啊 所以经常烧 在这个位置 费了好大力才把这个保险取下来 但是我发现保险并没有烧啊 把这盖都取坏掉了 太冷了 拔掉了这个插头 然后逆变器又恢复了正常的电压 这东西问题出在哪呢 通过线路的这么一个捋顺 没有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啊 太冷也正常充电啊 我们再试一下 关掉逆变器 现在阿林取来的手机 单独插在逆变器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是正常工作的 那这个设计方案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现在把这个线路图挂起来了 然后呢 视频看到这呢 阿林就很困惑了 刚才我也进行了简单的实验 然后没有成功啊 在这里恳请咱们粉丝朋友中 有没有高手 或者是电力方便的专家 帮我去解答一下 因为天气太冷了 咱们那个房车的炉子啊 那个玻璃还坏了 目前不能取暖 就不便操作了 趁这个电线你们看 都已经动得棒棒硬了 如果再强行去实验的话 人也受不了 射一杯也受不了 就得不偿失了 我在评论区等着你们 看看有没有高手 专家给我指点迷惊 那咱们下期视频呢 进行再次的实验跟改革 对没有 我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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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的